相信很多人在常生活中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关于鬼怪的传说 甚至把一些荒芜人烟的存在称为鬼城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些鬼城大多都远在深山老林之中 因为这里有常年无人居住 再加上有些因子恐怖 虽然人们不敢踏足 其实在遥远的迪拜沙漠就有一座鬼镇非常的出名 据说这个小镇只有白天会出现 到了一晚球消失不见 而它的真相令人唏嘘 沙漠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十分的荒凉 几乎没有人愿在这里生活 再加上常年去水的原因 虽然很少的生物能够在这里生存下去 可是在遥远的迪拜沙漠却有一个罕见的镇 就屹立在沙漠之中 但是当地人却把它称之为鬼城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是因为这个村子每当到了白天的时候 就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但是往往到了夜晚就会消失不见 而面对这样的事情也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疑惑 而在人们的不断探索之下 也终于找到这个村子的秘密 就说这个村子的人在夜之间全部消失了 为什么这个小镇也带得空无依人 也有长时间为于沙漠的关系 所以每当夜晚的时候 经过沙子的清洗 就会将这些房子全部掩压起来 而到了白天这些沙子又被大风给吹走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